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賭博研究所 Gambling Institute 好了,繼續和大家說一月二十日 跑馬地賽馬日的深水提供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單Q一槍掛 大家看到標題了,寫著整條懶Q 我們繼續希望在一些爆冷場合上 試試買兩隻懶馬 來試一試 希望達到小注博大注的效果 大家記得 這次我們都是小注買這條懶Q就OK 雖然上次贏了錢 上次單Q一槍掛過這個系列也是贏了 過關也是贏了 很多系列我們都中了 雖然贏了很多錢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這次都是小注來買 千萬不要把所有錢都放進去 留一部份 小注來賭這條單Q就OK 到底這次我們這條單Q是買哪兩隻呢 其中一隻呢 我們就已經設計在右邊這張圖 這隻馬就是我們其中一隻要買到的馬 到底這隻馬是哪隻馬呢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了 馬上去片 來看看我們這次要買到的這兩隻馬是哪兩隻 好了 又來到我們投注界面了 我們繼續和大家來投注 一月二十號 星期三跑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場合呢 就是這個第一場的 這場第一場呢 就是我們的五班草地斯蘭 2200米的賽事 那在這場馬上面呢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是這隻一號的喜營運 那為什麼這次我們會選到這隻喜營運呢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隻馬哥的賽職 那其實這隻喜營運呢 在這一季上面呢 跑過五張的 那五張裡面呢 只有一次上名的 那其餘四次都是落敗的 那上名的那一次呢 你看回吧 那其實呢 都是跑這個跑馬地 2200米五班賽事的 那你看回這次 那這次呢 正正也是跑這個五班 跑馬地2200米的賽事 那當時呢 這隻馬呢 就是由梁家俊去騎的 那這次呢 都是用回梁家俊來騎回這隻馬的 那你看得到啦 這隻馬呢 其實呢 跑2200米呢 是不差的 那因為啦 不單止是這一季啦 上季都好啊 這隻馬呢 跑這個沙田2200米五班賽事呢 都是會贏的 那還要當時都是用梁家俊的 那似乎呢 這隻馬呢 這隻馬呢 由梁家俊發揮呢 才是最好啊 那因為啦 你看回近一帳 這隻馬呢 由波建士去到騎 那當時只能夠跑過第七隻 那還未能夠上名 那甚至是說呢 頭四都入不了啊 那成績是非常之差 那啦 那啦 我們一齊來看看 到底啊 梁家俊當時 怎樣去贏這隻馬 那啊 看看 到底今次呢 梁家俊可不可以 好像上次那樣贏啊 那啊 我們留意一下 上次啊 梁家俊是怎樣跑這隻馬 好啦 那一開閘了 那我們來認一認 哪一隻 那隻喜營運先 那隻喜營運呢 就是八檔的 這隻 那 灰色衫藍色袖 粉紅色帽的這一隻 那全場只有一隻粉紅色帽 那大家認著粉紅色帽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齊來看看這隻喜營運 他今次怎樣跑啊 上心升不快啊 那前面快的嘛 看到大外當神馬飛揚 比了幾步已經跑上去了 第二位的馬是拓板正應 再看到中檔第三位 時尚轉其實頂了外面 那些馬就喜營運 外面紅衫第五位就靚騰王 那霸著第六位呢 還有這隻馬嬌紅 黑白衫就好跑些了 內蘭米智紫色衫 紅帽還有這隻赤火神龍 那再後面那一層 那先看到 內蘭米智黑衫黃帽 就行樂之江 中間就競進飛鷹 在外面凌風 大約三疊 尾四到尾五到尾 暫時電後一對馬 賣變上心聲 外面就是那隻遺仙聚落 剛剛第一次過終點 前面帶頭的馬是那隻神馬飛揚 在他外面就是時尚傳奇 內蘭第三拖板 精英外面第四 漂亮騰王中檔 第五起營運 灰色衫 再見到內蘭紫衫 紅帽還見到 馬匹有一隻赤火神龍 外面是凌風 再後一點的馬匹 才見到馬嬌紅 退了尾五 尾四走到三位 競進飛鷹 尾三位置 行樂之江 暫時電後兩匹馬 為前聚落 包到最後 黃衫和帽 大熱門那隻 是賞心聲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前面是神馬飛揚 依然是佔先 次序上都沒有動過 時尚傳奇 第二拖板 精英第三位 第四位的馬 有這隻喜營運 一路被人頂 靚騰王紅衫 外面騎了上去 後面的馬 還有凌風 最出就是競進飛鷹 馬嵐中間黑白衫 還有馬嬌紅 內蘭退了去尾四 是赤火神龍 後面三隻 行樂之江尾三 尾以為善聚落 包尾仍然是賞心聲 過了600米斷柱 神馬飛揚還是佔先 中間時尚傳奇 外面很早 就是喜營運 內蘭第四位 還有拖板精英 再看到騎騎騎騎 走下去 是靚騰王 外面蓋的馬 有這隻競進飛鷹 馬嵐中間尾位 還有凌風 走入面的馬 還有這隻馬嬌紅 轉正彎入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就是神馬飛揚 起營運 開始上來過他 兩個馬 中間拖板精英 外面競進飛鷹也上 大外擋那邊 還有一隻圍線聚落 最後百多米 喜營運 一直壓著拖板精英 拖板精英 一直拖著來鬥 後面還有競進飛鷹 接近終點第一名 喜營運 似乎 壓著了賣便 都未贏過的拖板精英 後面 競進飛鷹 應該是第三個機會 比圍線聚落 兩隻馬 拖著來鬥 四號是喜營運 賣便七號 好 整場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梁家進如何發揮這隻馬 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 其實梁家進 就把這隻馬 守住在五六位 留住在二碟來跑 到最後 轉彎 再衝一段 便過了 這隻馬 跑起來其實挺輕鬆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喜營運 其實他最近的狀態不差 雖然 他是一隻比較老少少的馬 八歲老馬 但是我覺得 對於他最近的狀態 就沒有影響 年齡大 就不成問題 其實可以看到 這隻馬 在五班 是有競爭力 上次這場頭馬 都輕鬆贏到對手 之後去到最近這場 12月2日這場 跑這個跑馬地 2200米 上到四班之後 為什麼這隻馬 跑第七呢 其實原因 就是因為 上次這隻馬 被幾隻馬夾 夾到 基本上這隻馬 穿不到出來 上次跑這場 四班 2200米的時候 這隻馬 完全 沒有辦法 在一個 這麼窄的位置 穿出來 所以導致了 這隻馬 最後只能夠跑第七 所以我認為 其實這隻馬 上次輸 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這次 見這隻馬 落下五班 我覺得大家 可以多給這隻馬 來試一試 因為 其實這隻 起營運 可以像上次 爺馬 爺馬 跑的 大家剛剛看完 這隻馬 爺馬的時候 就是 順著二碟 走 大約五六位 左右 跑 到底這隻 起營運 這次 能不能夠這樣做 能不能夠 像上次 爺馬的跑法 來跑 我們一齊 來看速勢走位圖 速勢走位圖 顯示 起營運 大約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 這個位置 跟上次 爺馬 那場 那個位置 差不多 都是 留守在二碟 大約五六位 左右 我認為 這個跑法 是非常之適合這隻馬 你看得到 上次 這隻馬 用這個跑法 都能夠輕鬆贏得出 所以這次 再重用這個跑法 我相信 都是有競爭力 因為 這群馬 其實跟上次 都是差不多 都是對著那些對手 我相信 這隻馬 用上次的策略來跑 跑 二碟 五六位 到最後 轉彎的時候 穿出去 一衝 我希望這隻馬 能夠跑到頭三名 所以 總結來說 其實我覺得 這隻起營運 在這群馬上 絕對是有優勢的 因為 這隻起營運 跑2200米 其實 贏過這一場 很多隻同場對手 他已經贏過你的拖板精英 贏過你的競爭飛鷹 贏過你的遺善聚落 基本上 他已經贏過很多隻 賞心星 凌風 時尚傳奇 這些馬 他都贏過了 所以 基本上 2200米 他已經殺了很多對手 好了 這次 再來到 落五班 跑2200米 再配贏馬 拍檔梁家俊 我相信 這隻馬 在這一班 是會有競爭力的 所以 這次 跑到三甲 我相信 那個機會 應該都是高的 應該都是不難的 只要 梁家俊出閘 沒有問題 用上次贏馬的方法 來跑這隻馬 我相信 這隻馬 應該能夠 入到三甲 所以 在這場馬上 我就會 選擇 這隻 1號馬匹 起營運 來買回 好了 剛剛 我們選擇完 第一隻要選擇到的馬匹 我們來選擇 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二隻 我們會選擇到的馬匹 我就會想選擇 這隻 8號拖板精英 為什麼選擇這隻馬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馬的賽職 這隻拖板精英 基本上 他沒有贏過 這一季 跑過四次 四次都是跑五班 多數都是跑千八米 但是其中一次 跑二千二和千二米 你看得到 這隻馬曾經跑過兩次第二 分別是千八米 和二千二百米 你看得到 這隻馬 當時跑跑馬地 二千二百米 五班賽事的時候 是有一百三十幾倍的 非常之懶 所以我相信 這次他再來跑跑馬地 二千二百米 五班賽事 他的賠率都不會升到哪 但是 你看回這場賽事 到底這隻馬是輸給哪一隻呢 其實這場賽事 剛剛我們都看完了 這隻拖板精英 就是剛剛好 輸給喜營運少少 短馬頭位 輸給他一個短馬頭位 但是 都顯示到這隻拖板精英 那個實力是有在的 因為 這隻馬剛剛先 和喜營運同場 雖然他輸給喜營運 但是 他都贏了這一次 同場的很多馬匹 包括 剛剛 其實我們都提及過 就好像 競進飛鷹 維線 追落 賞心星 零峰 和 時尚傳奇 這些馬 他都贏過的 在這場上贏得到的 所以我相信 這隻拖板精英 都是有實力 跑這個二千二百米的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你看回這隻馬 其實他最近 那個近況都不差 你看得到 他跑這個跑馬 一千八百米五班賽事 他都能夠贏到第二名 當時 這隻馬 都是贏到哪些馬 他都是贏到 同場的 譬如 維線 聚落 甚至是聲威這些馬 這些馬 他都贏得到 所以 證明得到這隻拖板精英 都是有實力 而且 你再看看 這隻馬 最近一次 跑第五 在這個沙田千八米五班賽事 跑第五 這一場 其實他都贏到 這次同場的很多馬 他上次對著那些對手 就是什麼 皮具之星 火天大友王 龍司令 這些馬 雖然輸給這隻馬 但是這隻馬 這次沒有跑 反而 他上次贏到的馬 就是有 凌鋒 敬進 飛鷹 還有 維線聚落 上次他都贏到的 今次同場 再跑 我相信這隻馬 能夠再戰勝他們 都是不難的 所以 這隻馬 在這一班 在這一班上面 都會有實力在 那 好了 大家再來看看 這隻拖板精英 最近的神操紀錄 其實這隻拖板精英 最近 在1月1日 跑完 跑完一張 沙田草地 賽事 千百米 之後這隻馬 都會有正常的操練 游泳度步 快操 你看得到 最近那兩貨快操 更加是由田太安親自 幫這隻馬來操 在1月14日操過一貨 1月18日 都再操過一貨 所以這隻馬的操練 我認為都是可以的 而且 雙幻紀錄方面 這隻拖板精英 又是沒有任何的雙幻紀錄 健健康康 值得我們來買的 所以 大家都看到 其實這隻拖板精英 最近的狀態不差 雖然這隻馬 最近還未贏得到 但是 你看得到 他也是跑225名 都是跑得接近的 都是跑得近的 狀態都不差 神粗紀錄 又對板 之後 傷患又沒有 健健康康 我們這次 都可以放心 去買這隻馬 這隻馬 這隻馬 排著八檔 如果這隻馬 盡快點 搶出來 排著2、3位 來跑 我覺得這隻馬 是相當好跑的 而且 相信這場 都沒什麼快馬走的 而且 步速 都會偏慢一點 所以 擺在前走的馬 都是比較好 所以 我們選擇那兩隻馬 都會比較好 我認為 所以 這次 第二隻 我們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會選擇 這隻拖板精英 來買 好了 我們選擇完馬 這場馬 就選了兩隻馬 之後 就說回我們的 投注策略 到底 這次 我們會怎麼買 這兩隻馬 我認為 我們可以買 連贏 及位置 Q 來買 大家買回 連贏 及位置 因為 我相信這兩隻馬 會造成到的 連贏 和位置 Q 都是會好分的 所以 我們 可以買完 兩個彩詞 連贏 和位置 兩個彩詞 都買完 買位置 可以增加 我們派彩 的獎金 除此之外 還可以更加保險 所以 我認為 我們可以 用連贏 及位置 這個彩詞 來買這兩隻馬 所以 我們的 投注策略就是這樣 如果 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試一試 這兩隻馬 好了 到最後 祝大家 1月20日 這個賽馬日 多贏 希望大家 一起 都贏得到錢